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进入学前教育 而他未来的富豪老公王染将赴美国 开始高三的生活 童谣从小就高高瘦瘦的 很有学艺术的天赋 因此在他11岁那一年 就踏上了去北京学舞之路 但教舞蹈的老师却不太满意 老师认为童谣很有潜质 当一个舞者实在可惜 像他这么漂亮的人应该去当演员才对 于是在老师的建议下 童谣就开启了成为演员之路 他先回到云南 在云南的艺术学校 学了几年文化课和专业课 到了2002年呢 童谣就开始去北京 报考了北电和中系两所学校 那这一年 张默已经通过了出演 他父亲张国立的历史剧 《康熙微福私访记忆》 而成功出道 并先童谣一步 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 童谣去中系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看到童谣的长相就愣住了 这个孩子又像张子怡又像龚立 一看呢 就是这个圈子的人 于是童谣呢 就成功地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 还是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考进去的 并跟唐烟 白白河等成为了同学 可也是因为童谣的长相 酷似张子怡呢 就导致童谣出道很多年 都没有摆脱小张子怡的这个称呼 童谣跟王冉呢 于2019年10月 在意大利罗马周边的一个古堡 举行了浪漫的婚礼 结婚后的童谣 本可以在家乡赴教子享受生活 但是童谣觉得呢 她的演员录还有很长 很帅表演 还要继续地演下去 于是度完蜜月之后 童谣又开始接戏了 2020年的时候呢 童谣就有三部的戏播出 其中一部就是让她获得 第27届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的 32亿 力压热一扎 拿到白玉兰最佳的女主角的童谣呢 大概并没有百分百的开心 一同降临在身边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质疑 情绪上头的网友们 甚至把她过往的一些人生经历 都抖出来重新回顾 看来由这个奖项 掀起的狂风巨浪 已经不仅仅是小水花了 不过看来童谣比观众们还想翻篇 得奖后立刻在个人账号上谦虚了一番 除了自诩运气之好外呢 还感谢了评委和同行 高情商的她在后台采访时 还主动Q到热一扎 表示对方在山海情里表现得十分出色 也是上海媒体们的话题点 都落在哪里的明白人了 三十而已作为一出女性的群像戏呢 除了演技顾佳的人设 天生讨喜 而瑞威扎在山海情里的戏份 偏少了痛点 现在看来也许是她输掉 最佳女主角的重要原因 不过也有人不服戏份少这个原因 反抢童谣在大江大河里 童谣戏份不多 却拿了精英奖 甚至是以童谣有bug一样的身份加成 如果世上真的存在得奖运这种玄学呢 那童谣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佼佼者 自2018年一部大江大河 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婚后的视野发展呢 犹如坐上了火箭 迅猛发展 今后三年就囊括了 精英白玉兰两大奖项 而被称为会演戏的周迅呢 用了三十年才达到 如今二人距离大满贯事后 就只差一个飞天奖 而戏述演艺圈内距离大满贯 同样只有一部支摇的女演员们 有谁不是经历了 漫长岁月的演技打磨 才走到的今天呢 海青 梅婷等一众的演技派 独缺白玉兰来完成大满贯 最扎心的是呢 童谣也不过三十五岁 正处于一个女演员 演艺生涯的黄金阶段 未来大有可为 海青从2010年至今已经四度入围 但最后呢 依旧颗粒无收 她每一次入围的作品和角色 拿出来都是相当当的硬货 但她的确 奖项运呢 比童谣差很多 2010年 蜗具全名都在追 但输给了媳妇的 美好时代的老戏骨薄涵 2013年新术呢 火出圈 但是被金太郎里的宋丹丹呢 获得了奖杯四年后的小别离 再次展现了教科书级别的演技 但依旧呢 遗憾败给了 《芈月传》中的孙吏 去年的小欢喜呢 更是在一片叫好声中 输给了少年派的演艺 这才是真正的一男评 而梅婷当年的父母爱情 在国民期的口碑之中呢 仍是败给了孙丽的辣妈 至今还被很多人 时不时的拎出来感叹 要知道前者 在影评网账上的评分 都是9.5 而后者只有平平无奇的6.3分 童谣现在已经是 85花里top级别的存在 因为她是这个群体 第一个拿到白玉兰 最佳女主角 以及第一个 二封白玉兰的女演员 杨幂 赵丽颖 刘诗诗等话呢 都未能企及到她的高度 此外 她的面向和气场 极似张子怡 但即使是早已经登上过 国际舞台的张娘娘 在电视剧的领域 看到童谣的获奖速度 也要羡慕一番 所以说呢 一个好的时机是多么的重要 奖杯只有一个 但入围却各个都毫不逊色 神仙打架的情况 像的奖项花落谁家 有时真的是评委个人的审美 那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就决定了 关于童谣逆听一般的得奖运 还体现在她的后续资源 无论是时尚还是影视 都已经向她伸出了橄榄枝 某知名的时尚杂志 在童谣获奖后 活速的出了六月封面的预告 被网友调侃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节奏了吗 甚至还有不少人传言 郑武接下来的一部大制作 和山海琴的质感很像的扶贫剧 《生命术》 也会有童谣的声音 如若网友们的预言成真 那真的引用一句 她在白月兰奖上的获奖感言 真不敢相信这样好的事情 能落到我的头上 从那么多的质疑声中 似乎也已经可以反映出一个问题 她的路人员并不是太好 照理来说 三十二一里的顾佳后期的女强人 仍舍是能够帮她吸一搏粉的 但角色光环散去后 童谣似乎有回到一个 普通女演员的身份 不像其他八五花一样 拥有热情高涨的后援团 也几乎不存在什么热门综艺里 瞥见她的身影 有人说因为她演的不是生活剧 就是主旋律的证据 难以顾粉 也有人说是因为她过去的某些风波 太败好感 她和前男友张默当年那一系列的纠纷 让一则娱乐新闻上升到社会新闻的高度 急转直下的风评 也成为了后来童谣发展一度不顺利的根源 曾经的同学杨硕 曾在某次的采访里表示 大学时没有人找她搭戏 后来被追问 是不是因为当年的被打风波 很快被打马虎眼转移话题 由此可见 那些事对童谣的影响不光在观众层面 很多圈内的人也会心存借地 关于演员的作品和私生活 是否应该区别看待 也是近年来很多观众 越来越去频繁思考的一个问题 顾佳成就了童谣 但热搜上出现的永远是角色的名字 而不是童谣本人 对此她似乎并不在意 红不红对她而言重要性 都不如有个好剧本和好团队 这算不算是一种原厂的签词 我们不得而知 但至少这样的心态 才是一个演员 能够在这个行业 取得长久发展的定心丸 有时候演员就是这样 经受得了太多的赞美 就得要相应承受太多的诋毁 是不是诋毁 我们不是当事人也无法分辨 但面对这些声音时 始终淡定从容 一心演好自己的角色 才能更加接近演员的本质 角色光环散去后 童谣似乎有回到一个 普通女演员的身份 不像其他八五花一样 拥有热情高涨的后援团 也几乎不存在什么热门综艺里 瞥见她的身影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明天见